疫情缓和。二手楼价跌势宣定。美联物业根据全港138个主要中小型私人住宅屋苑成交个案偏定的美联楼价指数最新报166.36点。按周升0.28%。连跌6星期后回升,本年预金计算则累跌3.51%。 周一公布美联楼价指数按周回升。主要来自港岛及新界区楼价上升的大洞。美联港岛楼价指数最新报176.88点。按周扬0.75%。美联新界楼价指数最新报154.21点。按周升0.56%。 不过。美联九龙楼价指数按周挫0.32%。最新报169.18点。 另外。美联物业按该行网站放盘叫价偏定的美联信心指数,MCI,周一公布的最新指数为45.5点。 按周微跌0.1点或0.2%。连续两周回落。共降1.7点或3.6%。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嘉辉指出。随着本港疫情逐步缓和。减价盘未有显著增加。 令信心指数走势持平横行。最新信心指数相比在今年3月中的低位。高约8%。 。